你已经没头紧皱了 什么意思 哈喽优酷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居心一在花间令里面 饰演杨采薇和上官池 拍戏的时候有被一些案发现场 或者道具细节吓到吗 就是很多尸体 就是我还要去给一个骷髅架子 把他的头掰开 然后把他下额脚掰开 然后从里面要弄一颗牙出来 就是很具体 你知道吧 你已经没头紧皱了 什么意思 对的 就是还挺具体的 但现在还好 就是刚开始你还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没开始跨出这一步的时候 你会想象很多恐惧 但是现在好一点 对那些见过的案件里的尸体 可能就比较脱敏了 就是可以也不能太仔细的看 就是能定着一个点 能把它看下去了 我是那种就是恐怖片 我想看 但是我不会看 就是我想放给你看 我想放给你看 如果真的不小心睁眼的 那一瞬间就是看到恐怖画面 肯定就是尖叫 哈喽优酷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居心一在哈建令里面 饰演杨才卫和上官池 惊悚 悬疑或者恐怖的影视作品 敢不敢一个人看呢 不会 我是那种就是恐怖片 我想看 但是我不会看 就是我想放给你看 我想帮给你看 我想帮给你看 我就假装我再看了 但是我其实又没有再看 但我有很享受在放这个恐怖片 一般看恐怖片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呢 闭眼 如果真的不小心睁眼的 那一瞬间就是看到恐怖画面 肯定就是尖叫 那如果是看到那种甜甜的剧 表情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乙母笑啊 剧集总共涉及五个大案 其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案是 好像是灯灰案吧 就是里面一个角色叫顾山的那个 就还印象挺深刻的 感觉现在没办法细说 就是你们看了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就是最终是想表达说 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我这个您是不是问了两遍 我这个您是不是问了两遍 啊 啊 哈喽 优酷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学义 在剧中饰演的是潘岳 妹妹是人吗 是 妹妹死了吗 是 我把妹妹弄丢 妹妹是我杀的吗 是 妹妹是丢了整一年吗 不是 那就是 半年 不是 那那应该就来年春天 那应该就是冬季 是 所以就是跟雪也有关系 是 妹妹是掉在雪里了吗 不是 就是 我把这个妹妹给杀了吗 是 我这个您是不是问了两遍 我这个您是不是问了两遍 来年春天才找到 是 是我找到吗 不是 那就别人找到 是 是妹妹要打雪仗 我不让我就把她杀了吗 不是 是 我把妹妹埋在雪人里了 是 妹妹想玩雪人 我不让 我把妹妹杀了 我自己弄了个雪人 这不有不用吗 是 啊 啊 啊 我把妹妹埋在雪人里 然后雪化了 来年春天被发现了 是 每年冬天 我们那里都会下很大的雪 那天我和妹妹出去堆雪人 可妹妹却嫌弃我堆的雪人一点都不可爱 我生气了 于是我狠狠地推了妹妹一把 可没想到她却撞在了石头上 看着妹妹的尸体 我突发奇想 把妹妹的头装在了雪人的头上 看着我的雪人 我很满意 回到家后 妈妈问我妹妹去哪了 我没有告诉她 不然我完美的作品就要被破坏了 春天到了 雪人融化了 妹妹也终于出现了 零 进入 在这边 感谢观看